就应了那句 抬头看天上是月 回头看 身后是我 爱恨随心吧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不会给任何对方接受机会 Hello 腾讯视频明媚专访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飞 在福生印中饰演静渊 福生印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部剧的哪些点吸引了你呢 福生印是讲了一个天界神女跟上古魔龙三生三世的故事 吸引我的点应该是剧情反转比较多 然后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宿命 尤其是静渊在寻找福生牵连 即使对方忘记自己 静渊还是会默默地不在他的身边 就应了那句 抬头看天上是月 回头看身后是我 在福生印里面 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和你本人有没有共同点 静渊是魔戒之主 身心放荡不羁 爱恨随心 追随福生的不乏爱而不得 然后呢也是一个会搬猪吃老虎的人 陪着福生做徒弟 很是乖巧懂事 做魔王的时候呢 杀伐果断 跟我本人的共同点 爱恨随心吧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 总会给任何对方接受的机会 如果说男友力可分为霸道型 忠实贴心型 挺帅型 阳光明媚型等很多种 你觉得在剧中的角色属于哪一种 用一个词来形容 剧中有什么代表性的行为吗 我觉得静渊这几种都占了 他是一个非常多面性的人物 对待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表现的性格也会完全不一样 亲约会是一种守护的状态 一直在福生的身边 陪着他开心难过 然后随时准备迎接他 在网上有人称你是古装四大美男之一 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谢谢大家的喜欢与支持 那这更多的东西要感谢庄道老师 还有导演 还有全体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审美很好 我就是跟着沾沾光 近期看到你的作品也都是古装 你比较希望在古装领域有所突破 还是也有考虑换个风格 接现代戏呢 都想突破 古装现代戏都可以 我很珍惜每一次的 不同的人物体验 珍惜每一次演戏的过程 我也愿意去接受 更多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挑战 希望有更多的学习 和无恋的机会吧 你会在意在剧中伴丑吗 完全不会 如果是剧情和角色需要 我会积极配合 这些是 搞艺术嘛 你生活里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浮生在剧里也有比较两面的性格 你更喜欢哪一面呢 冲鱼琢坡 流入类型 浮生的话 应该喜欢她 妖王的时候多一点 那时候她比较 孤儿冷艳一点 比较潇洒自在 剧中大部分时候 你都是在暗暗在浮生身边保护她 你平时会为喜欢的人做这种事情吗 会的